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藝術家 詹喬君 基本上我居住在荷蘭 工作在荷蘭 就是我接到松菸的展覽邀請之後 我就想說松菸是一個非常有歷史 文化的一個地方 也是古蹟 所以我比較著重從它的歷史脈絡下去 下去做研究 然後我發現松菸這個煙河的包裝 是一個非常有趣 這個平面設計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當然它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心態 跟當時的社會氛圍 所以我就有點像是Dive into 這個整個包裝的設計 然後我比較我運用的手法是 如果我們說影像 我們都知道影像背後有要傳遞的訊息 那當這些影像被重新排列 跟從打破這些影像 然後再重新排列重新重組的話 它會合成出一個新的一個影像 那我再藉由這樣的影像下去做創作 我把那些與惠再重新組合一下 我原本在荷蘭的時候 我有請朋友特地過來幫我看 然後他也有開視訊 然後去觀察著 就是去看這個和風池 然後他也有幫我稍微丈量一下 可是透過這種影像跟照片跟視訊 你很難去了解那個池子的大小 然後直到我回到台灣去看到池子 我覺得池子比我想像中的還大 所以當時下來的時候我就在想 我的作品要怎麼去符合在這個場地裡面 因為原本 對原本就沒有計畫會到這麼大 當然 當然這也是做藝術家 或者做作品的時候有趣的事 然後我覺得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然後包括後來用反光布的呈現 我覺得對 非常滿意 他畢竟有一個很比較深的歷史 歷史文化的背景 然後他的轉型再加上創意的 比較創意的方向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結合是有非常 很有potential 很有潛力的 我覺得印象深刻應該是人 就是 就經過這一兩個禮拜 然後我在這裡布展 然後包括解說 其實我發現人潮是非常多 就是大家非常踴躍的 參與 松菸的各個活動 就是如果你喜歡歷史文化 設計藝術相關的創意 的東西 松菸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過 我們每次都是在城北大陸位 中間有一個派遞 這個影片